把烧一直在门下面是全部烧掉了 全部发黑 门封装条那个位置 是已经烧焦了 看见爱车成了这副模样 令女士连忙调取了小区监控 可监控里看到的画面 让她既生气又无奈 娃娃就开始下来 拿起大火机就不停地挨过来车了 就在电火 因为其他车口他们只是飘着 所以说没站起来 我在车上的车门的话 是有个皮衣色材质的 就是封装条条 咱们这娃娃去把这个封装条条点燃了 从小区监控里可以看到 这两个孩子在晚上8点24分进入小区 徘徊了一会儿之后 竟然还抽起了烟 随后他们走到了小区停车场 拿出打火机 用打火机的火苗 去引燃停车场的车辆 没过多久 令女士的车就燃起了火苗 可这两名孩子不仅没有灭火 反而站在一旁 看了一会儿之后 就静止离开了 我们的两个封装条是在这个位置 我们把封装条点燃了 后面就传到这位置 有那么大的一个黄砍 我们从监控里面看到 然后的话 就是烧下来的两个 就是脚的铲砸了 还是低 我说里面一圈 令女士告诉记者 尽管这件事没有酿成更严重的后果 自己的车也已经修复 可现在想起来还是十分后怕 我们非常后怕 因为这娃娃娃在往火街的时候 是一路电气症 我们很怕 就随着把我们的车 就随着这有向点燃 我们现在你们所看到的这个小区里面 它这个位置是挺的是 三十二辆车子 如果一个车站的话 它可能全部有向 所有车全部都站起来 从监控视频里判断 这两个孩子应该在十三四岁左右 各自在一米五到一米六之间 说起发生在自己身上的这件倒霉事 令女士认为 孩子的父母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娃娃笑不动 是让我们可以理解 但是作为家长来说这话 我觉得家长应该监管到位 毕竟这种事情 说实话也算是一个娃娃的综合完蛋 但是我觉得不怪娃娃 是家长管家不到位 我觉得家长应该 有时候多关注一下娃娃的健康成长 心理问题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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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